是啊 正所谓读报读标题 看书看封面 在一会儿请您看纽约克那幅令人叫绝的封面漫画之前 先请您看一看我身后这幅英国经济学人的封面 这期经济学人的封面故事标题是 经世之道 What a way to run the world 怎么样来运作这个世界 画面呢 大家看到是一个巴别塔 就是圣经上那个巴别塔 Bible 塔上有很多各种不同语言的步子 还有很多国际组织的名字和描述 您看不清 让我们有底层给您解答 在巴别塔的底层有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动柜员机 它的显示屏打出的字幕是 对不起 没有现金 请试着找找北京吧 还有就是国际奥委会 从那里传出一句话语 有谁见过圣伙了 同时呢 在巴别塔的外面还有人在问 喂 有人想买核弹吗 听听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第二层呢 比较有趣的是北约 它的卖点是 我们擅长内斗 到了第五层 就是UN联合国 从那里面传出这样的电话录音 想问饥荒问题 请按一字 想问瘟疫问题 请按二字 想问小规模战争问题 请按三字 那么想看其他的政权一手问题 请稍晚一些再打来 这层自然也包括联合国的安理会 从里面传出好像有人大喊大叫说 我的否决权大过你们 听声音好像是布什总统 那么第七层由石油输出国组织独占 里面有人在唱歌 唱的是 滚滚滚 滚出更多桶原油来 至于第八层 那就是G-BAR 八国峰会 那里挂了一个牌 上面写着 没有空缺 没有印度人 没有中国人 这样一些大字 同一层还有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 有人惊叫说 外面就是世界末日 进来吧 此外 这里还有点画龙点睛的画外音 英文说的是 让巴比塔看上去无所不能吧 没错 无所不能 也就是啥都不能 真是圣经中那座Bible塔 一片喧哗各说各话 这不就是当代世界的写照吗 我还想加一句自我感想 这不也就是现在网民世界的写照吗 那么到底这期经济学人的封面 想预示的怎样一个博大精神的含义呢 大家各自去理解吧 一会儿 能吗 是 任何人 咱们 你 有什么 我们 为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